为什么大多数欧美电影里的男主角都是巨石强森 杰森斯坦森 范迪森尔这种充满朽性魅力的基佑男 就算不是基佑男 也是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爷们 为什么就到现在 国内还有什么类似糖果后闲 这种比女生还美 还瘦 还娇贵 粉比女生涂得还厚的英勇美男子 尤其是在某个节目中 一个爱豆的手仅仅是划破了一个小瓶 结果哭得立马去医院 走之前还相拥而去 说实话我都怕你去晚了 能伤口提前愈合了 这真的不会影响青少年吗 在上大学之前 我一直是个细木棍 因为肤色大家都不喜欢我 嘲笑我 同学们让我帮他打扫卫生写作业 就连老师都把全盘学生都不愿意干的扫汗测工作 强行给了我 后来看了很多巨石强森杰森斯坦森的电影 看完我真的很震撼 很冲动 很很不惜 在我心里我认为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于是上大学后我开始接触健身 再加上被前女友强行分手后 我开始全心投入健身 慢慢的我不再自卑 内心也正在强大起来 甚至通过健身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也喜欢健身 想通过健身改变自己 甚至以后有从事相关职业的打算 我给大家推荐 赛普健身学院 在这里可以学习非常系统的课程 比如格斗课 康复课 不拉提 功能训练 运动食操也是有冠金导师授课 练完就可以去专门的食堂吃营养餐 进步飞快 学会了不仅可以自己练出好身材 还能考证做职业练习教练 他能提供完善的就业服务 毕业工作不用愁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赛普毕业的 现在报名最高能免解4000 想做出改变的同学 点我评论区这点链接了解一下 起来 谢谢